誰誰最愛 誰誰精采 我們點不時代 舞台上扭腰百臀 Gingirls征服不少粉絲的心 不過出道五年來 屢屢傳出不合的消息 現在團員之一宋米琴 跳出來說自己常常遭到排擠 7號晚間宋米琴在臉書上寫 真正不合的不是我們三個 經紀人Elsa 才是主音 打從第一次開演唱會 就知道自己被經紀人排擠 後來是另外一位團員 李玉芬發現 靠著她跟粉絲的鼓勵 才讓她支撐下去 沒有很在意 可是就是當場看到 報道的那種形容的部分 就是讓我有點難過 向來很在意媒體報導的宋米琴 也說明為何只有李玉芬 給她關心 另外一位團員郭雪芙 似乎沒有發現 她表示可能是因為 雪芙的保護色比較重 時常沉浸在自己的世界 再加上雪芙跟經紀人 越來越親密 因此才沒有過問此事 自己屬於是那種 比較不會主動聯絡人的人 對 我的朋友都知道 所以可能對他們 他們也覺得我就很少聯絡他們 至於為何被排擠 宋米琴直言不清楚 還舉例三人表演結束後 保姆車送李玉芬 郭雪芙回家 經紀人Elsa就自己先離開 她不解經紀人要照顧藝人 怎麼比藝人早回家 自己就像孤兒一樣沒人照顧 不過對於宋米琴臉書 一千五百字的PO文 前經紀人Elsa暫時沒有回應 但這篇文章也再度掀起波瀾 是真是假 有待當事人說清楚 記者台北綜合報導